少雨薇搶先帶大家參觀 藍色小精靈特展 展內各種可愛的拍照區 也讓她知道 從小就是超級粉絲 小時候我記得 只要是在那個吃飯時間吧 那時候都會有藍色小精靈 然後我常常會咬 就是一口飯 咬大概一個鐘頭 就是都沒有吞下去 就一直在看 其實都很可愛 但是其實我很喜歡 那個作畫區的部分 就是作者他自己在那邊 畫畫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那個地方 感覺上色彩很豐富 然後好像就可以刺激自己去 創造出很多不一樣的事件 或者是每一個小精靈 獨特的一些性格 最近那麼多鳥屍 看完之後有沒有心情被療癒 當然誰會去問療癒 因為其實這邊很繽紛很彩色 而且還有小朋友 尤其我覺得有小朋友的地方 就非常有創造力 就會讓人感覺好像 好像我回家 也要創造一些什麼出來的感覺 沒錯 最近雨薇公 鑄鳥屍真的有點多 網傳台無縫接軌 三個男性腦得沸沸揚揚 其中世緣界也終於看不下去 挑出來幫忙澄清 我覺得很謝謝 對 因為其實我自己說 可能沒有人會想聽 或是沒有人相信的 對啊 那總是有當事者 就覺得謝謝 難過委屈是一定會的啦 也許就是大家可能會有一些誤會 或是什麼 但是我有去跟大家澄清 然後我覺得也有說明 然後就好了 然後我自己要學習著 如何去更強壯的看這個世界 然後就是去面對很多事情 擺脫謠言的邵宇薇 又多添了幾分自信 原本就電力十足的他 戀情依然是眾人關注的焦點 妳跟吳康仁未來是有可能的嗎 我覺得就是可以按照那個 作者的創造力大 自己去想 那未來他如果再約妳 吃飯妳會去逛街嗎 我覺得就是朋友 就如果是朋友 我覺得乾脆就高調的當朋友 好像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我發現就是 高調的跟其他人當朋友 好像都沒有什麼問題 對 所以以後談戀愛會公開嗎 感覺有點滿麻煩的 公開嗎 我覺得如果談戀愛穩定 就會公開吧 這個條件算是符合妳的喜歡嗎 這個就 它符合很多人的理想 但是妳這個呢 我因為我自己的那個 比較容易以感覺為主 我現在感覺就是好好工作 感情事不著急 有好結果自然就會公開啦 蕭玉未現在全面以工作為重 就讓我們好好期待新作品囉 完全了李勤張玉恩採訪不到 完全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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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